我一直在籌備的電視部改革方案 方太終於入頭了 頭炮是改組新Prime Time 由下星期開始 新Prime Time不僅做概括式新聞 報完三十分鐘之後 還會加多半小時 重點分析當日的新聞 所以我需要一隊非常適合的編輯團隊 我會親自選人 而這隊隊是獨立運作 連總監都沒有權左右 兩個問題 一個節目用這麼多資源 合不合乎經濟原則 第二,非如還沒開聲 你做了山寨王,說了事 資源方面你不用擔心 新Prime Time,財政獨立,致富盈虧 簡單說,如果找不到廣告贊助 收支不平衡的話 節目立刻切,Prime Time打回原形 至於山寨王,我只不過是落實 編載自主 你不是不贊成的嗎 問一下 要省領招牌第一個故事非常重要 要有社會性 要有一定的爭議度 這樣才會引起關注和討論 最好是近期大眾有印象的事 怎樣? 有沒有人有想法? 假之心 自己有答案,問甚麼? 財政預算案 不單即即時當下 未來一年都有影響力 條件這麼大,甚麼人? 各行各業各階層 幫緊誰?幫得誰? 還有可以請兩邊嘉賓 由官員和演武人士的代表 做兩邊對質 好 女主播由Kathy負責 好的 男主播… 旺偉 你剛才的想法不錯 你有沒有信心處理到? 沒問題 好的 就這樣決定 大家回民會做事 來吧… 明姐,你找我吧 生氣嗎? 沒有… 失望而已 我選黃衛是因為這次改革太重要 我不可以比偉人 看我只是碰自己人 你笑甚麼? 你解釋得… 即是緊張我吧 你不用說了 我選得跟你 就選擇順利 無論你想我怎樣 我都會照顧 沒甚麼的 我先出去做事 今晚上來吧 好啊 華姐一走 阿Man就哄到方太開綠燈 來勢洶洶 你不怕嗎? 本來呢 我還說有八分怕 聽阿Man說完 我只剩三分怕 你真的相信方太開綠燈嗎? 頂多我認為只是叫做轉黃燈 你想想 如果方太她真的這麼有信心 對於那個改革計劃 就不要像現在這樣 找個時段試試水溫 而是真的有一個專屬的團隊 她全天後全年有了時間表 不要啊 讓那個節目出了街 如果真的有收視 有口碑 我們就腳震 不用這麼快走第二步 若然那個節目 小小收視跌一跌的話 即刻煞停它 根本方太就寫好劇本 我們順著去演就可以了 不要搶戲 不要搞小動作 那黃偉坐正 豈不是坐有坐著 有什麼事不會燒起來 各位同事 今天開展全新的初期新聞 辛苦大家 是… 新的黃金時段 有新的節目編排 下一節回來 我們會和觀眾深度感情的客 最新發佈的 請發佈 這邊也有人想問 今年的財政預算案 有什麼措施 會否有考慮過過低人式審查的門檻呢 預算案的著眼點 是社會的整體需要 可能未必特別照顧到個別人士的需求 社會上各行各業 都是息息相關 環環相扣 如果成功製造到一個良性的經濟循環 最終所謂的 都會是社會各個持份者 今晚的時間差不多 再見 那你看看這天可不可以調整個畫面 總結不錯 我也覺得分配資源 不是單單看自己喜不喜歡 而是要看整體收益 到最後大家都是雙贏 不是更好嗎 多謝明姐 多謝明姐 楊教授剛才也有提到 今次這個預算案 有很多一系列為及中小企 我們的新節目真的很受歡迎 人們說總算有些新意 嘉賓有份量 討論有火花 而且不是開樓灘 還說應該早就這樣 普通新聞 按手機都有 有了 這麼開心做什麼? 你覺得觀眾在讚你嗎? 準備功夫阿Man做的嘉賓請的 有新意都是阿Man的功勞 你看 兩個主播好像差一點點 黃偉太目睹 邪花就經常搶東西說 Kathy套衣服流口水表情 替嘉賓炒 不知道看好還是看好 我不會因為你幾個百分之下的負評 就否定自己一百分之下的努力 這些這麼負面的評論 有人很忌諱 你不要當自己真是台柱 華姐走了之後 阿Man選無可選, 唯有用你 當他找到王牌的時候 你好自然變成氣象 那你覺得我應該怎麼做? 第一, 換個批衣服 以後不要走成這樣 第二, 以後那些不三不四的飯局 千萬不要去 第三, 以後鋪上社交媒體之前 全部經我過目 好, 我去那塊廳話 以後客人來了 小明, 他好像發現了我 今晚應該有大件事 你快點過來 真的有鬼, 讓我介紹他 輕鬆 你現在看TVBUSA官方頻道 不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 就快點訂閱啦